是如老土壤留下来的东西 这个一点点都不能脱懒的 有点你给我看它 讲收工面 收工面 其实呢 它不是收工面 活着都是你一份啊 都是跟我学的 其实呢 我连人都没见过 像我们这样的干这个活 你吃的再多 吃的再好 都不怕 反正就产了 我现在是在安徽的泵布市 今天我们要去吃一个 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提包面 今天它家还是手工和面的 手工擀面的 手工切面的 现在我们就过去看看 手工揉面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还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了 我们家里面 老年人都会看 对 一般在家里里面吃 稍微的搁一个鸡蛋 搁点腌 行了 我们正常的都是五点钟左右 四点半 然后五点钟之间起来 到一点钟接种 好多都不愿意干呀 像你这个面一天能做多少碗呢 量它每碗嘛 好了 这就差不多了 这个应该属于中厨的切出来 对 像您最细的切过有多细的呢 最细的像方便面一样吧 您一会儿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切方便面呢 可以的 多多 多多开 对 就是不跟它粘连在一起 对对对 像这一块面皮要切多少碗面呢 大约在四碗左右 这就是细面 就像这样的面年龄大的能吃 咱们安徽泵部这边一般都喜欢吃那种中厨的 就这样 中厨面 我也喜欢吃中厨的 其实中厨吃起来口感更好 对对 就有焦劲 你看尤其 要是搁拉面鸡 那个东西 对人体就没有多大好处 好多都是你一份啊 都是跟我学的 就是我连人都没见过 冒充的是吧 哈哈哈 那说明您这个在泵部啊 名气还是想当当的 还行吧 一般卖十五二十 主要是肉 肉多肉少 就是一个丫头 那现在你女儿接手 对就交给她了 两个少爷也管干 这两个辛苦签吧 让我们这一辈子干干弄弄 下边小孩 好多都不愿意干啊 从早晨六点钟准时有 一直到一点钟手 看不住 也要给孩子们一点空间呀 他们也要弯呀 真说过 只加一点碱和烟 和硬度不一样 这个瓷筋里边 它有一种贪性 那个机器压出来的 它就把根没有贪性 大约得翻到十五次左右 身体的 这个一天天都不能拖拦了 三十年了 从95年 跟28种干了23年 在这个地方干了将近七年了 你几次活 十分钟就活好了 对 手工活 你得活半个小时都活不 它不停地反复地 不停要收 你看就这个松了 就十来面了 你自己感觉到 它能有一点透亮了就行了 这个手擀面它不能太剥 剥了都没有劲到 正常的一点一臂多劲吧 就看着这个机器大小 你这链有多少 一两三四五六七 七成 七成 七成就是四四折 你这磨刀就在这上面做吧 就行了 就行了 这个磨刀没接过 没接磨吧 这个提盘 全是提包 这一锅能煮多少个 这一锅正常煮四十多斤 提包 你说的提包具体是指的是什么 猪脚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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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四十多斤就是今天一天用的 一天 四十多斤不止 这个面煮的应该很快 对很快 因为它不是那个 干面 对干面 它是湿的很快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水面这种 下锅正常多长时间呢 三十秒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 三秒钟 对 你给我挑点肥的 我喜欢吃肥的 一般人都喜欢瘦的是吧 嗯 挺多 其实肥的也挺多 这个就是十五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没地方做了 我们找了一个拐角的地方 这边还不太好拍 这个就是 纯手工的 皮包面 看一下 这里边都是这个皮包 这个面我还没吃呢 我就能闻到那种明显的 那个碱的味道 大家看正常这么一大碗 有十五的有二十的 我觉得这个四五的 它那个肉也不爽 这就是皮包 他们这边说皮包 其实就是走的肉 嗯 很有劲 它这里边的胡椒味非常有 这个完全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现在这种 笋手工的感觉很爽了 吃这一碗面完全就是感觉到妈妈的味道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